在千字文中,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是前两句 这句话是在描述宇宙的本源和形成 其中,天地指的是宇宙中的天空和地面 也代表了宇宙的两个最基本的元素 玄黄则指带着两种元素的颜色 玄指黑色,黄指黄色,也暗示着阴阳二气的生成 这句话的意思是,天空和地面黑黄相间 象征着宇宙的初创时期 混沌未开,一切还是未定之态 宇宙还处于洪荒状态 汉字黄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象形文字 据考古发现,早在商代晚期 就已经有了代表黄的象形图案 在古代,黄色被认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颜色 代表着土地和丰收的象征 黄色还与黄泉和帝王的权威有关 也成为了宫廷中的一种特殊颜色 因此,汉字黄不仅代表了一种颜色 也代表了一种文化和历史意义 以下是说文解字对黄字的解释 汉字黄由黑结组成 表示黄色和黑色的混合 代表着土地和土壤的颜色 同时,这个字也带有光亮的意味 因为黄色是一种光亮的颜色 《易经》中提到了皇帝 指的是中国古代的传说中的神话人物 他被视为消除事件污垢和不洁之主的代表 因此,黄字也带有净化和清洁之意 以下是一些,包含汉字黄的名句或者诗词 秋风起,黄叶落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离次无首 唐代诗人圆诊所作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刃山 登高,唐代诗人杜甫所作 黄昏独自愁 绿莹印礼瞻 衡阳艳去无留意 唯有寒珍断长生 唐代诗人杜牧所作 这些诗句或者名句中 使用了黄字来形容不同的景象 如落叶、孤城、寒珍、山色等等 这些诗句通过运用生动的形容词 和细腻的描绘 让人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黄色 所带来的感觉和意义 以下是一些有关黄字的文化趣事 据传说,在中国古代 有一位名叫黄帝的神话人物 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黄帝也是中国医学的奠基人 被尊为中医的始祖 因此,黄色在中国文化中 也被视为非常重要的颜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黄色也被视为丰收的象征 在农历的8月15日 即中秋节 人们会用黄色的瓢虫制作成瓢虫灯 来庆祝丰收和团圆 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中 黄色被认为与脾脏有关 脾脏是人体中负责分解和消化食物的器官 因此,黄色被视为增强脾脏功能的颜色 传统医学也认为 黄色能够缓解焦虑和疲劳 使人感到温暖和舒适 感谢观看